為著要讓年輕人的原港 加結婚 加生兒童 中華基督教負因是創全國又大醫學長心 設立飛營離遊林園 說要來檢視原港和社區基民用你的負擔 簡單領導的告白 以後後 原本的中紀遊林園正式改造成飛營離遊林園 中紀黨署長表示 這樣做是要來檢視原港的負擔 讓原港見到安心工作 我們所有的同仁可以更放心 很放心的在職場上來努力 而且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會用愛滿滿的恩典 快樂的讓他成長 中紀議長也說 本來各位是要在所有的婚姻 來設立飛營離遊林園 但是剛才的困難很多 在他一度伴到後 先在中飲設立 再來會更大到其他婚姻 真的很短的時間內 一直跟我說很多困難 有很多困難 我說有困難 不能成功 我就不用找你們來 張基也不用來找我 來做上帝的奴仆來 管理這個病 所以說就是有困難我們要突破 所以很高興後來 我們真的成為台灣 唯一的一家私醫院裡面 通過了一個 這個 非營利的 這個 這個 附託 幼兒園 總共來參加加賀拜 技術的立法委員 恩秀芳表示 孩子越生越早的情報 越來越嚴重 很高興看到中紀的用心 照顧萬港 提醒萬港的好利 真的少子化非常的嚴重 那要鼓勵年輕人願意 這個趕生 可能政府要出蠻大的利益 所以在這幾年 這個中央政府這邊 除了 0到6歲 國家一起養 那也建置很多非營利幼兒園 讓年輕人的負擔減少 那我看到就是說 這個成為非營利幼兒園 其實家長每個月 至少都可以節省了 一兩萬塊 總計 匯營利幼銀行 可以收到一百十多個 兩歲到六歲的小朋友 一個月 可以替萬港來接送 2萬元左右的學費 以萬港的資料優先 不要來收到 價值 那才是中價值值的資料 包裝新博恩丟向中華 彩虹保登